从高处眺望一览新浦地区的景色 一旁的黄花枫林木正值滑稽 也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欣赏 这片农园是新浦民众的自家后院 二十多年前种下百棵黄花枫林木 现在正值滑稽 住人也开放民众免费赏花 也无意间成了赏花秘境 每年的花期 大概就是这一段时间 清明节的前后 到三月中旬开始花苞就来了 有两个礼拜 它就像这样盛开 很茂盛 这高点看过去可以看到哪里 可以看到竹冬五指山 还有大半尖山 最远天气可以看到热山 许多民众慕名而来 农家主人沾木水也意想不到 花季盛开吸引这么多的民众前来欣赏 这沐水也说到自家农地开放赏花 不收入门票和清洁费 还提供一个流动厕所让民众使用 只希望提供一个赏花的好地方 也希望大家一起维护赏花的环境 这个黄花季盛起先是我弟弟 那个房子前面有两棵 两棵开花的时候 我看到很漂亮有没有 我说这个花这么漂亮 很少看到 我就把它种是拿来播种 播种了没有 我就把它移到这边来种 所以你也没有想到说有这样子的效果就对了 我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说现在有这么漂亮 我没有收人家的费 没有收停车费 什么都没有 我还提供一个流动厕所给扣人用 连续假期天空作美 不少民众更是特地远道而来 看到一整排黄花枫林木盛开的景象 心情就相当开心 从台北木盛来的 你觉得来这边看到这样的景色如何 空气很好很新鲜 今天天气又这么好好多游客 而且扣人木真的好漂亮 看得真的很开心 北部地区很少有那么大一片 所以大概三四天前我已经先来探过路了 今天是特别带车队的朋友大家一起来 从桃园去过来 台坡虽然很累 但是看到这么漂亮的花是值得 手机自拍或是为盛开的花矿留下纪念 农家主人的无私奉献意外成为赏花打卡景点 同时也为地方打开知名度 凯破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